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不过对于齐志勇来说 这个本来是正天安门广场 却成为他名古骑士的伤心地 这一天在骑士勇回航下 齐志勇就地重游 但在他心目中 当晚无独解放军向示威群众开枪的情景 却依然历历在目 陈志勇本来是建筑工人 每天清晨都会骑车去公地上班 但在89年的6月3日晚上 他却加入了数以万几位的北京市民的行列 去堵截军队 他还记得当龙龙的坦克车声和枪声和枪声逼近 他的群众一起争相躲避 就做一条互动附近 突然间一颗子弹射中他的腿部 从他一刻开始 他就觉得整个世界都背向他 妻儿离开 又失业 本来公司给他十万元做赔偿 但是要他忍不受伤真相 他加以拒绝 从此以后一直受到监视 他说对共产党造成权亡 你是共产党 你号称是解救人民的 所谓人民的大教习 你是世界上最辉煌 最有光点的东西 你最讲人权 最讲 这爱人民 可是你开枪了 到现在二十年 你不承认 一直没有承认 他再过五十年 只要我活着也不得忘了 对于齐志勇来说 对于七十年的时间 仍然不足以置疑他内心的伤痕 他并起了共产党而成为天主教徒 加入了地下教会 加入地下教会 希望寻求竞争上的慰藉 同样是乡生 但对于出生在六四当天的冯小刚来说 却是完全另一种感觉 小刚说 父母从小就对他说 他的生日与众不同 但这位开封大学的学生 对于他出生那天在北京发生的事情 却所持有限 我父亲讲过 就是学生那一年闹运动的 就是向政府诉求呢 向政府诉求 就是跟政府发生冲突 就说到这些 其他的具体的 因为网上也没有嘛 说不到 我也不知道 至于其他年轻人又怎样呢 在六四当天 美红社记者在北京街头 试图问年轻人 他们有这样的回应 完全不知道吗 完全不知道吗 其中一位说 听过有六四也不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 曾经是赵紫荣秘书的暴动 因为思路国家经历等罪了七年 来说 这一代年轻人 也是六四的受害者 因为六四的影响 不仅是当时 不仅是死了多少人 伤了多少人 这是一个很大的悲剧 但是还不仅仅是死跟伤 同样悲惨的事 造成了一个没有声音的中国 而现在的人 即使是当时刚刚出生 也不得不在这个无声的中国当中生活 他们也是受害者 他们还不知道自己受了什么样的害 但是等到一党专制给他们不公平的时候 我想他们就要思考这个问题 是现在我们做的温柔导的事 们当时我们做的温柔导的事 四的无缘